台湾女子足球队从印度染疫回台 高雄港群聚扩散 到桃园机场行警确诊 基因地序出炉 都确定是BA2病毒株 国内出现了多条相关传播链 让不少人忧心 有没有可能成为新的主流病毒株 Omicron里面的BA2来讲 确实跟BA1在他们的变异点上面 事实上是不一样 所以它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是 以目前现在研究来看的时候 这些治疗的单株抗体 跟这些可能的这样的一个药物 比较对BA2比较没效果 所谓BA2指的就是 Omicron病毒的亚型变异株 不仅传播速度更快 甚至有较高的免疫逃脱率 增加感染风险 它的传播速度又比原来的这个Omicron 我们俗称的BA1的这个Omicron 速度又再更快一点 然后它免疫逃脱的这个几率 又比较快一点 对所以相对来说比较不容易侦测到 而且再加上它这个突变的这个 额外的这个九个位点呢 它有一个隐藏式的这个位点存在 隐藏式的突变位点 很容易造成检测上的误判 进而影响防疫 以欧美来说检测量大 使用特定PCR试剂 侦测的位点如果刚好在隐藏式突变点上 就可能会把BA2当成Omicron或Delta 不利后续的疫情判断 但在台湾用的都是基因地训方式 准确度相当高 能有效判断出病毒株的种类 虽然它都被称为Omicron 但是BA2跟B1其实是相差蛮多的 那即使是在这个和受体结合的位置 或是抗原的决定性的位置上面 也差别蛮多点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 BA2的病毒复制速度 比Omicron也就是BA1快1.4倍 英国则发现在家庭中 接触传播确诊几率 BA2高出3% 美国专家更指出 治疗新冠病毒的当株抗体药物 在面对BA2效果都大打折扣 那你说产生的抗药性 就是单株抗体的抗药性 因为单株抗体是比较说 针对抹疫型来做防治 所以说那个会有抗药性 但是如果是小分子药物 或是其他药物的抗药性 目前是没有产生的 抗药性的部分不用过于担心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告 关注的变异株 有2020年12月在英国县宗的Alpha 南非的Beta 2021年1月 巴西首届的Gamma 5月印度的Delta 还有11月多国同时爆发的Omicron 共5个种类 BA2并没有在列表当中 代表目前人未构成严重威胁 Delta跟Omicron是一个大的改变 然后跟之前的Alpha、Beta、Gamma 也是大的改变 那至于VA1跟VA2的改变 却没有那么大说 要变成另外一个命名 VA2在全球超过40国 都有相关案例 虽然初步研究认为 传播力可能更胜于Omicron 但整体来看还是处在区域流行 有人在推估说 似乎VA2的传播能力 又比Omicron要来得更强一点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就是说病毒是每天都不断在变异的一个过程之中 那病毒变异的过程中 除非它能够变异出 变成是VOC 就是说能够令人关心 就是说令人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一个差异 它才有可能主宰这整个流行的一个状况 VA2究竟会不会造成传播速度更快 以及对重症死亡率的影响 还需要更多资料观察 但让人比较担心的是 会不会让现有疫苗失效造成更多突破性感染 现在目前疫苗正在研发对于Omicron的新世代疫苗 包括我们的中医院的现在的疫苗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部分发展出来 一样也会针对VA1VA2这些的变异点 来做它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这样的疫苗 所以我觉得新世代疫苗应该不太质疑 对VA1VA2会有失效的可能 疫苗的研发和病毒的变异持续赛跑 除了VA2需要密切注意外 英国更传出发现25例 Delta重组Omicron的案例 暂时命名为Delta Chrome 病毒的基因重组相当常见 但Delta流行高峰期已过 Omicron成为主流病毒株已经有好一段时间 为何又会突然出现Delta Chrome的组合 这个信息可能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去查证 这个在国外的很多的这个信息也出来 其实这个Delta Chrome的这个是不是研究室上面的疏失 这个是在这个目前来讲其实有报导 这件事情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厘清 案例少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分析 但专家认为在欧美多数人都遭到Delta或Omicron感染过 甚至有重复感染的情形 因此本身体内都会有一定抗体 预估Delta Chrome不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传播 如果持续观察没有威胁性更高的病毒株出现 疫情就渴望有终结的一天 这个在全球大流行的一个现象里面 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因为自然感染产生的抗体跟免疫力 总是比疫苗来的大很多 那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Omicron 很有机会来终结全球大疫情 但是这个病毒不会消失 变异也会存在 专家预测依照目前趋势 新冠病毒会朝向地方性的流感发展 以色列跟中国大陆最新的研究也显示 不管第四季打哪种疫苗 对于预防感染和激情免疫反应 都没有显著的效果 那么台湾未来是否还有接种第四季的比药 这个第四季确实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那当然也必须要根据我们到时候的 这个病毒的流行的状况 还有根据说到时候这个病毒突变 它的状况变成什么样子之后 我们再来考虑说我们第四季要打什么样的疫苗 第四季要不要打该怎么打 是必得随着疫情变化做出轨动式调整 但以台湾的现况来说 仍要持续拉高第三季的疫苗涵盖率 唯有获得完善保护力 才是对抗病毒的不二法门 你就会再来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